新北市卢州淡水河堤房边发生了大型的吊车撞断了灯杆的事件 硬生倒下差一点砸中对象车道行驶中的中型巴士跟机车 大型的吊车使出巷口左转时撞断了中央分隔岛的路灯 灯杆向前倒下刚好有一辆中型巴士 三辆机车从对象开过去 惊险瞬间幸好都没有直接砸中车辆 但是一辆双载机车碾过横倒的灯杆差点摔倒 其实跟后座女子碰撞中轻微擦挫伤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